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歌曲 李宗盛 歌曲 李宗盛 歌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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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昇仔… 媽… 媽… 你不是昇仔? 她不是昇仔? 我想你們弄錯了,她不是昇仔 你弄錯了,她不是你的父親 大哥,真的很抱歉 我想是我弄錯了 你去哪裡找那個小孩回來? 是這樣的 今天我在片場看到那個小孩的年紀和樣子 都好像你說你的兒子 我問她住在哪裡,她說孤兒園 她說自己兩年前發生意外之後 什麼都忘記了 我打算帶她回來給你看看 是呀…她還說得像層層 又說喜歡玩飛機 又說顧著爸爸 真的很抱歉,我替你白走一趟 也是的,你搞清楚 你說你才叫大隻佬來 關掉大隻佬的時間 我女兒真的整天好心做壞事 真的很抱歉 我又弄得你見不到兒子 不要緊 我已經習慣了有希望變的失望 無論如何,謝謝你們 收錢 發財吧,來一會兒就收夠錢了 黎秋叔,不適合 我兒子今天有對話說的 又要哭,他不是老林來的 應該是突藥演員三個字 不是吧?你兒子的戲是屁股 只顧著兩個字都不懂得說 只記得… 啞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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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啞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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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啞 你這麼說就不對 你臨時臨急叫我們來 你沒時間讓我們排氣 他今天還連學都沒回來 現在回去吧,現在回去吧 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 走了… 走了… 走… 走… 算了吧,老爸 小孩幫助我們這麼多 他幫,是我幫得你最多 幸好我懂得當人面子說 轉帥又高 趕快就像年輕人跟你過骨 以後別這麼衝動 這樣很容易出事 你知道大隻佬人不是人品 讓他知道不見他真的跟你的事 一定六個大風相 知道了,老爸,你從早上晚上 你不累嗎 我不再多說兩次 你怎麼進路才行 怎樣也好,精仔不見了 我要負責任 我想做點事再補償 你別搞這麼多事,好不好 這麼難才能拆掉東西 你又搞… 你跟大小老關係 有這麼遠,拉這麼遠 他在街頭,你就在街… 還有 你好 這麼巧 又會這麼巧 來,邱叔 今天不好意思 為了我兒子的事搞到你們 我們不好意思 真的耽誤了你多時間 我叫了阿少爺以後 不要再搞你了 別傻了,別客氣了 其實大哥正習慣了 上次我們接了電話 有人一整天都見到星仔 馬上飛了過去 還有一次打開那份報紙 好…別妨礙別人買菜,好嗎 好… 為何要煮了幾尾 不是,其實是很普通的住家飯菜 你們買了這麼多的食麵 拐口,去露營嗎 這是我們的普通住家飯菜 每天吃這些東西沒益 我們臨時演員的飯盒 有魚有肉有菜 我們吃東西很隨便 最重要是方便 這些新鮮的東西 我們很久沒吃過了 那麼簡單,包在我身上 走 我都不知道你幹甚麼 叫你不要貼這個壞蛋 你不僅貼,還跑上來跟他煮飯 你真是不煩可來煩 爸爸,我欠他們 幫我做點事就當作是補償 心裡比較好 是呀…你欠了全世界 希望人家不見兒子關你 算了,反正我們都要煮飯吃 去哪裡吃就一樣 甚麼一樣,當然不一樣 一會兒吃一會兒 你不見了兒子的時候 我拳頭送飯 你別以為他老老實實 他不是騙了很多次 要不要幫忙嗎? 不用了 不用 她倆妇女的手勢真不錯 真棒 吃東西別那麼噴噴,濕在人 大哥,很棒 很好吃一頓住家飯吃 當年我跟他找兒子 噴噴噴噴地說 他去哪裡,我跟著他去哪裡 哪有頓我下茶飯吃 那你們去哪裡找過來 很多地方,大江南北 馬來西亞,新加坡,上海,北京 天津… 吃飯就別說這麼多話了 怕甚麼?這件事都過了這麼久 放肆說出來 多個人知道,多個人幫忙 說不定阿蕭曾遇到你兒子 你沒事吧? 這麼討論的,老爸 衣服都髒了 不如這樣,我借衣服你換,好嗎? 好… 進來吧 好 你骨子 衣服都在這裡了,你隨便選吧 好…謝謝 馬上吧 好 來吧 這是甚麼 怎麼大隻人送給兒子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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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兄 很疼,怎麼會這麼久沒這麼久 進來… 你怎麼搞的?龍眷風嗎 空中飛人 來吧 兩位,不好意思 對… 我突然接到電話 有通告要趕著拍戲 對 對,這件衣服過兩天給你 你讓我慢慢吃 不要… 很想走 行了… 慢著 真的接到通告 不,阿少留下這個袋 謝謝,走吧,再見 再見 爸爸,你怎麼這麼多手 搞人的事?現在搞出事了 快幫我找回吧 好…高雄閘拉的 不要了,走吧… 不行 份禮物是大哥正送給他的兒子 一定可以有幾個免疫 那怎麼辦? 只剩下一隻 會不會放在上面? 爸爸 爸爸 九大哥,把鞋給我都不能吃 對,狗狗,乖 至多…我請你吃糖,來吧 不聽過你吃糖,用武力吧 雙鞋爛了,沒想過了 反正你的鞋都不在這裡 你用來擺放而已 大哥正,真的很抱歉 不用抱歉 不知為何這鞋自己掉下 其實呢 今晚也不用說 大哥正沒有世事用 打大風嗎? 不知道 有個提示告訴你們 今天無論如何 不要提球鞋的兩個字 大哥正昨天給球鞋 搞得天翻地覆,好嗎? 請問有什麼可以幫到你? 你們會不會幫人找東西? 找,什麼都找 這位叔叔,請進來坐 叔叔,我們找貓、找狗 什麼都找的 你告訴我們,你想找什麼? 我想找一隻不見了的科鞋 科鞋? 叔叔,我先給你解釋清楚 我告訴你,我們這裡是專業的私家偵探社 幫人找東西,每天的收費是四千元 但是幫你找一隻 你已經可以買很多對絕版的球鞋了 這對球鞋對我很重要 是二十五年前 跟政府的大鏡場不見了 這麼久? 叔叔,別玩了 二十五年前不見了那個球鞋 你以為真的猜到嗎? 總之很有紀念價值 可不可以收便宜一點? 叔叔,我不管你玩了 我們這裡不是街市 明馬實價不能講價 大家老闆 老闆 老闆 公公為何要在這裡? 他是你的公公? 算了,找一隻球鞋都要付幾千元 跟他有多年踢場球 你想找一隻球鞋?我跟老闆說 算了…我第一年最後會輸自豪年 早就回到有個錯票 輸了,爭踢共事,全部發人 你說什麼? 對不起… 老闆,老闆 阿欣,你老闆很窮嗎? 為什麼汽水罐都收拾? 不,因為他平時沒什麼儲蓄 我們又不想他喝這麼多酒 所以他想喝的時候 就自己收拾汽水罐去買 那他要收拾多少個罐 才可以請我們做事? 剛才我聽你們說,那個是你的公公 很熟口 不過公公以前是香港足球先生 是很聰明的黃金遊腳 二十年前曾經代表他在香港隊 停贏巴西隊 連廣東都跟他騙手 有的 郭清,我認識他 當年我也有看過那場球 林元祥之前他入了一球 贏了巴西 球王匪也賺不到好東西 對,就是他 這麼厲害 是 是 你說得他這麼厲害 怎麼會走光 他踢完那場球之後 很開心 就把他的球鞋定向觀眾席 之後就找不回 沒有了這隻行運球鞋 連他的球技、運氣都沒有了 沒有了那隻球鞋 弄得連球也踢不到 那隻球鞋不是很神奇 之後他就經常喝酒 借酒消瘦,喝醉酒回家裡 他跟媽媽吵架 媽媽就經常說他沒用 他就很生氣 生氣就不回家找失蹤 他經常這樣失蹤 你找到他多少次? 早晚會出事 通常這些不喜歡回家的人 就是因為他找不到自己的專業 當他找回信心的時候 就不會離家出走 那你怎麼幫我公公? 其實你公公自己都在找 他剛才說想找回二十年前的球鞋 如果他找得到,順心就回來了 大老鄭,你可不可以幫我公公? 你喝一杯咖啡來喝吧 好,我馬上去 跑… 在後面… 阿叔,踢回球 快點,老到發院看 是嗎?別力氣 不是腳踢嗎?快點 腳踢,快點 阿哥 阿哥… 阿哥,快點正答應幫你玩 真的嗎? 黃金右腳果然沒刀未老 你認得我嗎? 我當然記得 你最有名的那招就是 鵝眉魚窩裡抽射 當年你在中圈對出兩馬 窩裡射入網,我還很清楚 你也知道嗎?你也知道嗎? 你是我的偶像 我穿那一招叫你 你不可以說話嗎? 那是同事阿兄 你放心,我一定會幫你找回球鞋 他跟我說什麼? 剛才那些是廣鄉鄉下的寧波話 不然我聽人懂得聽又懂得說 戴得正真是戴得正,厲害 阿青哥 你這個球鞋很厲害 你真厲害 你也聽得懂超級說什麼 首先我們要做一張 引人注目的尋鞋啟示 那個啟示不僅要登在報紙上 所有球場和體育館都要張貼 我來這裡 我問過衣物二手店 沒人見過那隻球鞋 我上誓全部的電腦拍賣網站 都沒人見過這隻球鞋 昨天啟示登了報紙兩天 有很多人有帶鞋上來 但不是我們想找到那隻 這隻鞋見了二十多年 真的很難找回來 大家不用這麼絕望 既然外面的人幫不了手 我們唯有靠自己 二十五年前的香港政府大球場 一共有二萬八千六個座位 當年巴西長波 一早就扯了空機,滿座了 但是二萬八千多人怎麼找呢 所以我們要用科學的方法去找 大家看看 大中底和場館距離球場的中心位置 超過了八十年 如果用人手的力度 根本就不可能把球鞋 扔到球場兩邊的觀眾席 那就是剩下東西兩邊的看台 但加上也有萬五人 清哥當年是踢左翼的 你記不記得是什麼時候 把這隻鞋扔到觀眾席 我記得當時是下半場林園場前 我撈過三個巴西的後衛 然後窩裡射入我 然後巴西中圈開球 球證吹雞圓場 當時我真的很興奮 然後脫鞋丟出去 當時香港隊的進攻方向? 向場館方向 所以在開球的時候 清哥你站的位置應該在中圈附近 因為你是左翼 很順其自然 你的鞋就不會扔到東漢台 那就是西漢台的觀眾席 大家都有眼看,所以你說 但是西漢台很大 西漢台和球場之間有十五米的距離 我親身下去試過 扔一隻球鞋,出盡力地扔 最多扔到四十米,大概這裡左右 那就是大八到大十排之間? 是 但是清哥當年是運動員 他經常扔解外球 會不會扔得遠一點? 這件事我也想了 當時他踢完九十分鐘的比賽 體力自然會下降 所以跟我估計 他扔的距離應該不會差很遠 扔多兩排,就是八至十二排 那就是… 之十八地段 就是這裡,也是最好的位置 但是會不會被團體扔到? 以前的球不是很好捧場嗎? 但是最好的位置 一定是被球迷會包了 記不記得球迷會的名字嗎? 好像是掃棍譜 那我去社團註冊處 一找就知道那些人的下落 是嗎?真的一找就知道嗎? 當年政府對於社團註冊 管制很嚴重 只有四個情況之下可以豁免 就是宗教、慈善、社交和康樂 一幫人體報是屬於社交和康樂 是不用註冊的,怎麼找呢? 老表說得沒錯 雖然我們知道是哪些人收拾了 但是我們也不知道去哪裡找他們 那你不用灰心 現在還有甲草足球比賽 可能有當年的球迷在這裡看的 今晚好像有一場比賽 我還沒胡及遲 無論如何都有人看 我還沒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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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年輕人真的不行 始球價差多 沒三度 沒力度、沒速度、沒角度 比起以前的黃金右腳角清 你別讓他碰到球 碰到球 碰到球 龍門練球一起進去 大傢伙, 怎麼這麼巧? 你經常來看球賽嗎? 看了二十多年了 看了二十多年球賽, 這樣就對了 我有點事想問問你 甚麼? 青哥, 你也來看球賽嗎? 以前你下場, 我不上班也會碰你 今天見到他, 真是要找兩瓶啤酒喝喝他 你知不知道蘇港普的昨天會的人 我就是 那二十五年前 巴西對香港的球賽你一定有看 當然有, 真是說起那天, 青哥你真厲害 林元祥被你捕入那球 球王給你也沒有授報 你開心得不斷脫上來 你還記得? 記得, 你那一瓶丟在我們的地段 那你知道誰撿了鞋子嗎? 那又忘了 都是我們球迷會的人 因為我們訂了那個地段 別人不能進來 我可不可以問你球迷會的人 現在的鞋子去哪裡? 那我沒問題, 我們到時都會有聚會 青哥對鞋子容易搞 你兒子的鞋子難搞, 搞得可笑很貧窮 這款兩年多前我們沒賣很久了 不如試試新款吧 我一定要這個款 我找了很多間都找不到 麻煩你幫我叫代理, 看還有沒有貨 不用問, 這麼舊的款式代理 不會集貨的 謝謝 謝謝 小姐 小姐, 你想找那些中舊款的鞋子嗎 是呀, 不過他們說已經沒有了 這不是完全沒機會的 如果香港有代理沒有的 可以找其他地區的行家 真的有機會可以找到嗎 我又不可以百分之百保證 不過可以試試 那謝謝你 你找到之後, 麻煩你召喚我 好 這雙鞋子對我來說真的很重要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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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跌了錢包嗎? 不是我的 升帳的照片? 麻煩, 我可以看看錢包嗎? 不行, 你說錢包不是你的 是呀, 但我認識照片裡的小朋友 不好意思, 我會交給物主 先生 大佬正, 各位顧客請注意 如果你們圍塞還有一個黑色銅包 請正在你的服務台… 你是不是真的看到 銀包裡面有升帳的照片? 有沒有看錯? 我看得很清楚 銀包還在服務台那裡 還沒有人的影頭 誰會有升帳的照片? 如果有人拐帶升帳的 沒理由保持那張照片 好了, 我們要等一個室主來的 Winnie 我現在喝咖啡就不喝糖了 你以前說很怕咖啡那股苦味 習慣了就不覺得苦了 其實人們覺得那股咖啡味是苦味 不過比較討厭一點, 其實是甘的 又會這麼巧今天在鞋舖上 看到高太太在你, 是吧? 叫我Winnie就行了 我也習慣了別人叫我Winnie 你一個人在澳門那邊慣不慣 畢竟人生老不淑, 我也挺擔心的 也沒問題, 我已經習慣了照顧自己 而且每個月收到你的船養費 生活上也沒問題 你這次來香港… 我這次來香港是幫一間出版社做翻譯 過來聊些事而已 平時我也很少過來 本來我也很想去澳門找你 不如今晚吃飯吧 不要了, 現在昇仔都不在 大家都沒什麼好談 剛才我在商場看見那些小孩的球鞋 也想起一些不開心的事 我還有事趕著回澳門做 我待會回答五時就算了 我想我現在也要回出版社做事 你們慢慢坐, 我先走了 謝謝 再見 再見 聽說這裡的蛋糕 這個蛋糕很好吃的 你們要不要見, 配你的咖啡 對不起, 可不可以讓我一個人在這製作嗎 收到…那我先走了 看樣子真可憐 你要的東西就在裡面, 但我覺得好像不太好 我做的所有事都是為了你的大腦證好 拿來吧, 謝謝 謝謝 差不多時間了 Winley 怎麼了?你找我有事嗎? 關於你和大佬正的事 我趕著上船, 走吧 Willie, 我不會妨礙你很久 我想給你看看一些東西 大佬正的護照 有什麼特別? 你看看, 在過去兩年裡 大佬正差不多所有東南亞國家都去暈了 換護照也吸滿了 他真的很緊張, 他很想找到星仔 他想找到星仔 就想收補你們之間的夫妻關係 為了這件事, 他犧牲了很多 連警察的工作也沒有了 你們之間已經沒有了兒子 為什麼不可以團結一點? 大家都比一點好 Winnie, 你明白嗎? 我想不明白那個是你, 黎小姐 我和她已經六年了 這六年來怎麼過, 我想你不清楚 其實我和她之間真的很少機會見面 我早上起床睜開眼睛就不見了她 晚上睡覺之前, 她還沒回家 對於她來說, 最重要的是這份工作 她從來都不在乎我的感受 或者我喜歡怎樣見面 就算這次不是星仔失蹤這件事 這段婚姻都很難為遲 我和她的結局都是一樣 你真的連最後的機會都不給她? 六年了, 什麼機會都給了 現在是時候給我一個機會 過正常的生活 對不起, 我真的想說 我是時候無所謂的 老爸, 有沒有朱古力味的甜糖? 有 小心點, 姐姐 乾冰辣了, 不是說玩耍的 你看我的手, 辣得多, 連肉也死了 老爸, 麻煩你給我兩個朱古力味的甜糖 好 謝謝 謝謝 朱古力味對不對? 我以前不開心的時候 一吃朱古力味的甜糖, 馬上更開心 信心, 你嘗嘗 對不起, 一天是我不好, 輪盡到死 本來我想在高太面前 跟你說幾句好話 誰知道就令他不開心, 更生氣 他已經不再是高太了 Queenie說得對 你怎麼說的?就算昇仔不失蹤 我和他遲早都會離婚 這麼多年來, 我一直以為自己很盡責 其實我根本沒放過時間在家裡 也沒理會過他們母子的感受 現在知道已經太遲了 如果是昇仔不失蹤了 可能你有機會在馬上去 要是最壞的還是我 為甚麼你這麼覺得 沒有, 那…我會令你們不開心 不如你罵我吧, 你罵了出來 你會舒服一點 你別這麼熟, 你已經這麼熱心 我怎麼會罵你呢? 我應該多謝你的事 其實這件事真的與我無關 是, 老表 約齊的人嗎?好, 我馬上來 你爸爸幫我約了一群球迷 在球場上見面 我爸爸?爸爸 是, 大七哥, 周叔 爸爸, 幫人做事 沒錢收你也願意, 不像你的性格 沒辦法, 被你感染了 幫大七哥吧 大佬靖 這幾位就是當年掃管埔及迷會的會員 只有這麼少人? 不像的, 以前很多人, 百多人 不過有些人疑了問 有些人不知去了哪裡 我們這些死靜腫 有空就出來爹一下 我問過了 他們真的看見當年有人撿一隻球鞋 是嗎?那隻鞋呢? 那天我們贏了球之後 那個人開心得瘋了 那些人一扔上來, 每個人就衝上潮 我一會兒已經被人搶走了 我還記得那隻球鞋在我剛才飛來飛去 後來不知道去了哪裡 是呀, 我們搶了一輪之後 整群衝上加露連山喝啤酒 沒人留意那隻球鞋去了哪裡 那會不會去到另一個地段的公眾證項? 不會, 那些地段隔很遠 那會不會有些不是球迷會的人 進來跟著撿那隻球鞋走? 當然不會, 我們那段很貴的球鞋 哪有人摺到過來才行 那會不會有人撿到不出聲? 不會, 我們什麼都說 撿到用這麼好的紀念品 怎會不說才行, 是不是? 你想搞什麼? 我沒有, 剛才買甜筒的時候 被乾冰辣死了 阿秋, 你這麼喜歡吃甜筒 你女兒喜歡吃嗎? 是呀, 那時候看球, 喊得喉嚨乾了 死了, 吃甜筒整個滋潤了 是呀, 現在慘了 看球也沒有甜筒賣了 鬼呀, 現在連球也沒人看了 還賣甜筒, 找鬼光顧 當時之十八地段 除了你們去球迷會的人 賣甜筒的人也能進去 每天他們撿了一隻鞋子 說不定的 薇丑叔, 你們經常在那裡打一招 賣甜筒的人, 你們應該認識的 有七個八個, 差不多了 不過他們都亂來走 查查當時的資料 應該找到誰在那裡賣甜筒 我記得, 那間甜心公司全包了來做 你們來這裡幹什麼? 我們?我們是清潔公司來做清潔的 對呀, 上頭沒有下請求 對呀, 不是呀, 你上頭有下請求 其實我們應該是下個月才上來 不過你上頭說這裡很髒 要我們馬上來幫你清潔 這樣嗎?好吧… 那我們先進去 你這裡很熱 是嗎? 你平時是否只有一個人在這裡當家 我…只有一個人在這裡 那你一個人就很悶 你有空我約你出來喝東西聊天好嗎 也好 你這裡好像很髒, 我幫你噴一下 你真是好人事 是呀, 不用客氣 是呀 這箱很新, 還要一箱八 來, 你看這箱 當我們在大球場賣甜筒的有八個人 但他們自己本身都會走來走去 所以那個時候 哪個是居留十八, 根本就沒人知道 那可能八個都要找光了 太困難了 那些電話和地址都是舊資訊 我們只能找到一個王志成的甜筒 幸好他幫我們手機一恩帶來了 大老正, 我帶了個黃先生來 黃先生, 不知道你還記得嗎 二十五年前 香港對巴西的那場播 你們哪位同事 在G十八地段買過甜筒呢? 記得, 是張忠臣 大王先生, 你們賣甜筒的人 會走來走去的 你為什麼這麼肯定是他呢? 因為齊在我們一群甜筒人 最勤奮的 老闆為了獎勵他 通常都給他最貴的波票 地聯賣東西 那你知不知道張忠臣現在在哪裡? 不知道, 我們很少聯絡 不過十幾年前 他們喝過那頓結婚酒 還拍一張照片 他什麼時候沒有在甜心公司做事? 自從香港對巴西那場播放之後 他很快就沒有做了 聽說他自己做生意, 還發了一筆 發了一筆, 那還容易找 那你知不知道他現在在哪裡? 那我就不知道 我知道張忠臣在哪裡 黎小姐, 你找那雙球鞋 已經幫你找到了 就是這雙球鞋了 我找遍全香港都找不到 這雙球鞋是我托上海一個行家 才幫你找到的 謝謝你, 張先生 你這麼緊張找這雙球鞋 他對你一定有特別意義 可以幫客人完成心願 我也覺得很開心 你這麼細心對客人 你老闆請到你了, 真是很有福氣 張先生是我們的老闆 我們這個牌子 十幾間專門店都是他的 你自己是老闆 也下手下腳做事 很難得, 張先生 其實我以前也是打工仔 是一隻球鞋改變我一生 雖然我現在環境不同了 也會下手下腳去做的 一隻球鞋改變你一生 張先生, 你被干兵捏傷了嗎? 我以前做的行業 經常都接觸到干兵 你是不是賣甜筒的? 你以前是不是在大球場賣甜筒的? 你怎麼知道? 你就是張忠斥? 是呀, 什麼事? 張先生, 你收拾了他的球鞋 你收拾了郭清的球鞋? 就是這隻鞋, 我找了二十幾年 終於今天讓我見回去 當日你們在最後一秒踢贏巴勢隊 大家開心當黃沙營 把球鞋釘來釘去 誰知這麼巧這隻球鞋 就掉進雪糕箱裡 張先生, 你真是青哥的超級球迷 還用了鑲來鑲去鞋 這隻不是普通的球鞋 他對我的人生有很大的啟示 我從小讀得輸少 只會在球場賣甜筒 但當我看到青哥在球場那種拼搏精神 我明白到這個世界真是有奇蹟 小人物一樣可以做大事 肯拼搏就不會輸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你就轉行不賣甜筒去做生意 沒錯, 其實起初也很難做 不過我看到這麼多人喜歡看球 我知道球鞋的生意一定可以做 所以就算不懂英文, 也慢慢去學 就是為了去外國針球鞋的代理權 一年又一年, 揭移不捨 終於被我針到回來 張先生, 你真是很聰明 這隻不是普通的球鞋 這隻鞋已經幫了很多 這隻鞋是時候物歸原主 青哥, 其實我們很期望你出來踢球 你現在的年輕人體會一下 什麼叫香港精神 公公, 你這雙球鞋已經玩回來了 你的信心都一定會一起分回來 跟失禁 也nın手 讓你一太倒嬌 不能夠 是 好… 好, 青哥休息一會 待會你幾個格子 青哥, 真棒 你的腳都翻過來 當年你拼下巴西角球一模一樣 是嗎? 真棒, 我試試 你踢足球的? 你也踢足球的 跟你學習而已 其實踢足球一點也不容易 幸好這次多多青哥 幫我們做這個球鞋的代言人 我怕年輕人嫌我老 看完廣告不買你的球鞋 當然不會, 你是代表香港精神的 張先生也是受了你的影響 才有今天的成功 這次多得你, 幫我找回信心 要謝謝的應該是你家人 媽媽…你也來了 媽媽, 過來 爸爸, 先喝汗 青哥, 你們慢慢聊 是呀, 慢慢聊 走吧… 是呀, 爸爸, 以前是我不對 經常說你, 弄得你整天不回家 媽媽, 你放心吧 哥哥他現在做了明星 以後都沒來家吃飯 來吧, 哥哥, 喝點東西 不是啤酒嗎 你不是答應我 跟媽媽以後都不喝酒嗎 是呀 別開玩笑, 我明天一定要教 哥, 喝醉了, 怎麼教 叔叔 大哥, 靖 青哥的家人真是開心 我也想你開心回來了, 送給你的 是呀 這雙鞋子也被你找到嗎 多虧張先生 對了, 你怎麼知道 郭清的球鞋在他那裡 最初登報紙找鞋子的時候 張先生就去了歐洲那邊開會 所以看不到那段廣告 但是後來被我找到他舊時的一張照片 發現了裡面有一些東西 張忠祺揹著這個運動袋 是當時最新款的 市面根本還沒得賣 那為什麼他會有呢 能夠有這些最新貨板的 就只有做運動用品代理的人 果然是神探 這樣也被你想到的 但是為什麼你對一個運動袋 有這麼深刻的印象呢 因為Winnie曾經送過同一款的袋給我 到現在我還保留著 真的很抱歉 我沒想到令你想起以前不開心的事 傻瓜, 哪有關你的事 是我放不下的 如果星仔在這裡就好了 這雙鞋不知道還不合得穿 我特意買大兩個馬 他回來之後一定可以穿 已經兩年了 不知道還可以去哪裡找他 大哥靖, 其實這件事跟我有關 我真的很抱歉, 其實… 你幹什麼? 一雙鞋子都被你找回來 不關雙鞋的事, 我真的很抱歉 整件事… 你抱歉什麼? 快說吧 阿俊又不知道在哪裡, 你又不知道在哪裡 導演放吃飯, 趕快拿飯盒吧 來吧 我先拿飯盒 齊秋 是, 虎道 導演下個月拍大Y-Shot 你叫他臨時去中圈那裡 沒問題, 馬上叫沒得拖 趕快, 有這麼快, 走到那邊 有這麼快, 最後那個快 那個走快點 阿俊, 你搞什麼, 走半天 導演叫他上座 你臨時才叫我找, 我找到也很聰明 要不需要三天前預約你 來…小孩在這裡, 別罵他 我說了就不要用他了 這麼急, 先撐住吧 下次吧 什麼下次, 他今天考試連學都沒有 我們山場水, 坐車來到 你又不用他 阿俊給他半組, 要不是考試 他不給你, 走… 一定是你這個臭小孩 上次教不足氣騙不到那個壞蛋了 要不然怎會到場都被人趕走才行 阿俊, 你下次再聰明一點 你怎麼會在這裡? 是呀, 我怕你一個人拿不完飯盒 就來幫你 幾十個飯盒, 我打算分兩次拿 我想買一些玩具送給上次認錯 我是他爸爸的小孩 你知不知道他住哪間孤兒院? 我一時忘記了 不過不要緊, 我回去找找找 再不然你這麼忙 我幫你拿一份禮物給他也行 住孤兒院的小孩很可憐 我想讓他出來見面, 打算跟他放飛機 這個提議得不錯, 我安排一下 記得要約他媽媽 賴少爺, 為什麼你要騙我? 真的很抱歉 你別再說抱歉了 我想知道整件事是怎樣的 其實整件事真的是個誤會 究竟你還有什麼瞞著我? 為什麼當天你發了口信給我 說見過我昇仔? 其實你是不是真的見過他? 你告訴我吧 在兩年前昇仔失蹤的日子 我真的在家裡見過他 失蹤的日子見過昇仔? 那你做過什麼? 然後呢? 然後昇仔去了哪裡? 我不知道… 如果當天我肯再陪他一會兒 或者昇仔不會失蹤 但我怎麼知道他會失蹤 我不是有心… 做不見你兒子的 你做不見我的兒子? 為什麼你做不見我的兒子? 是想千篇那股無異意 追蹤百萬次 分析未誓意 是尋找千里 卻別離情 你威脅真諷刺 閒近寒明不當錯不過無知 我昇仔 成了嘴最深的事 聽到的事 都不太失蹤了 在前面的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